全戰進入最後倒數階段 一雙手握過一雙手 為了保護國家 民進黨立委參選了吳怡農 毅然決然 被選不可 身為政壇新人 吳怡農真心話大公開 9月4號提名到今天 我最大的心理的一個調整 就是其實上節目的時候 我必須做一些稍微綜藝性 娛樂性的東西 我9月4號之前沒有想像說 我選舉這麼嚴肅的一件事情 要進到我們的國會 那我會需要在某些節目上面 會被要求做福利挺身 會被要求拉單槓 或者一些跟寵物互動 這個東西我是經過調整的 因為9月4號如果你跟我說 我需要做一系列的東西 甚至剝柚子 我會覺得很奇怪 可是我做福利挺身之後 我可以跟100萬人 花5分鐘的時間討論我在國防安全上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這是值得的 新聞新聞網和我建立的黨很像 都是為了台灣民眾 所以我支持他